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咱们再来看异形系列的第二部作品 电影的开头,雷普利大厂的穿梭机飘离了航道 救援队在外太空救回雷普利已是57年之后了 雷普利在听证会讲述了异形的存在 但调查员认为,一助所说的异形纯属虚构 甚至解除了他的军职,飞船驾驶证还被吊销了 法官告诉雷普利,在426行程上 工程师通过改造大器,让星球适合人类居住 与此同时还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基地 但是这几十年根本就没有发现异形的踪迹 即便如此,雷普利还是感觉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426星球移民基地在几天之内便流线了 总部与殖民基地失去了联系 宇航企业的负责人博客找到雷普利 希望雷普利能一同前往殖民基地消灭异形 雷普利开始并不答应 直到被几天的恶魔折磨后,他决定踏上征程 雷普利和星际陆战队一行人乘着战舰前往殖民地 战舰慢慢靠近星球,大家武装换成轰炸机登陆 但殖民基地却空无一人 只见许多建筑遭受破坏 队员搜索一圈,但一去实地都没看到 在实验基地,动态检测仪显示一个光点在快速移动 大家寻知光点在管道里发现了幸存的小纽特 小纽特惊声恍惚,表情木讷 一句话也不说,在雷普利的安慰下 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父母被杀的事实 原来每个移民身上都有定位器 随之陆战队来到主控室 经过搜索之后,发现了失踪人员的位置 他们主要集中在加工厂的地下三层 大家驱车赶往加工厂进行搜索 不料在那里,却遭到大批量异形的袭击 在异形的老巢,几十个陆战队领了便当 最后逃出来的只有三人 齐克斯等人建一座飞船回去 往殖民基地投放核炸弹,但博客并不同意 理由是打造基地花费了巨资 计划继续进行 联络的飞船前来接人 但飞船却在众人眼皮底下坠毁 大家懊恼不已,只能回到主控室 众人堵住坑道,利用上下的武器架在了门口 准备坚守到底 夜幕降临,异形群如约而至 在机枪快扛不住的最后一瞬间 异形突然停止进攻 雷普利送纽特去休息 但博客鬼迷心窍 紧故意在房间内放进暴脸虫 希望能利用他俩的身体做宿主 然后带回地球做研究 好在伯克的轨迹并没有得逞 就在众人收拾伯克时 电源被切断了 数量重多的异形攻破了主控室 众人看守了大逃亡 伯克在逃亡过程中也领了便当 大家边打边撤 来到了通风口的管道 小友特熟悉地形 在前面为大家开路 但由于实力悬殊 都愿意哥哥死去 友特也在乱中被异形抓走 雷普利的母爱再次叛起 他坚持纽特只要不被暴脸 就还有生存的可能 雷普利独自一人 前往异形的产卵地 救出了宿特 并且也见到了异形皇后 皇后身体后有产卵器 反之离惊人 雷普利恨透了异形 在皇后的虎实淡淡中 烧毁成批的冲乱 异形皇后十分生气 而皇后不止 脱离了产卵器 对雷普利群追不舍 雷普利抱着纽特 车退到主教驾驶的飞船上 飞离地面 飞船朝地面投下核弹 星球在核爆中消失了 幸存的几人在飞船上松了口气 以为安全了 却不料皇后早已潜入飞船 雷普利操作装卸机器人 与皇后展开了疏死搏斗 终于将他退到飞船的垃圾处理舱 雷普利压按钮 皇后被吸到宇宙中去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收看更多精彩科幻电影 请关注科幻电视 我们下期再见